好,回到蓝薰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那在进入这个单元之前的话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郑鑫所演唱的《爱在瘟疫蔓延时》 OK,好,我们在线上视讯连线的 一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我就说今天云聪不太感光 我们刚刚就说 为什么云聪变黑白的了 所以他就把背景放成碧海蓝天 原来他真的变黑了 你说你变黑是因为去游泳 对啊,上礼拜游了两天 三天,晒了三天总共 真的,所以你真的有很明显晒黑吗 很容易晒黑呀 是哦,所以马来西亚人都这样 我哪有啊,我也晒得蛮黑的 坦白说 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打光 打光看不太出来 你没有打光 你知道自带光 我们这个热带的皮肤吸热效果好 我觉得好像是 OK,OK,好,那所以呢 这个要看看云聪赛托黑的朋友 可以上视讯看一下 哎呦啦,看不出来啦 我觉得你太敏感了 我觉得看得出来呀 因为一开始很黑呀 你现在才勉强调的 我刚才问到说 你是走黑白风格吗 因为在没有背景的状况底下 你基本上是没什么血色的 真的吗,那可能 可能 好好好,自己再检讨一下 好啦,开玩笑的 OK,好,我们来进入呢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经济学人杂志呢 这一期里面呢 待会我们会聊到跟这个 云聪的祖国有关的那集 嗯,就是他的贪污 这个判刑12年 这个他算定验了,对不对 是,已经去坐牢了 对对对,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待会会聊一下 那事实上呢 在国际之间 因为一马案 事实上呢 是非常轰动全球的啊 好,那所以这部分待会会聊 但封面故事吗 先聊一下啊 这封面故事的话呢 这些经济学人杂志呢 在问的一件事情是 R section 这个working 就是说制裁有用吗 那这边看得到的 他们画出来的 这个远远看 念为是迪斯奈乐园 不是啦 这个是俄罗斯啊 俄罗斯呢 最著名的洋葱式的啊 这个圆顶的啊 这些建筑物呢 事实上也就是迪斯奈乐园的 他们一开始的啊 这个领感的来源是没错了 那但是这边象征的是俄罗斯 好,所以俄罗斯 国际之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有用吗 好,所以呢 显然会这样的问啊 就是没有用吧 而且我还记得就在 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半周年 等于是六个月的那个时候啊 这个我们在 蓝圈看世界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呢 相关的一些数据 就到底呢 不管是人员啦 物资啦 经济啦 受到了多大的影响 当中就很明显的讲到说呢 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个经济成长的影响 负的45% 但是呢 对于俄罗斯的影响的话 一开始啊 还有8%到10%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的俄罗斯币啊 这个很严重的啊 这个下挫 但是呢 没多久之后的话呢 哎就回来了啊 所以呢 整个呢 到六个月的时候的统计事上呢 俄罗斯的经济成长率 也不过才下探了4% 所以这个看起来 国际之间的对象制裁 确实是不太有用啊 而且它的天然气的营收 不才创过去 一段时间以来的新高吗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一期经济学人就借由俄乌战争满半年的这个时间 回头去看看半年来这场俄乌战争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他有因为看很多媒体都有从不同的角度去介入谈的 那我觉得经济学人的这个角度还蛮特别的 他其实就谈这个制裁就像你刚刚讲的看起来好像不太有效 但这个话题因为其实在西方媒体看起来也许是 对美国来说实在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 不愿意去提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美国很少讲这件事情啊 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制裁的新闻通常都是很大嘛 美国说什么啦拜登说什么啦 又推出什么什么什么制裁的做法 其实这半年来的做法当然很多我们都知道啊 包括对各种的高科技的禁运啊 就禁止这些欧洲国家跟美国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卖给俄罗斯啦 希望可以让他们的科技他们的产业生产完全停摆啊 然后用这个方式来重创俄罗斯的经济 嗯然后呢又说啊俄罗斯你既然卖很多天然气跟石油 你赚很多钱对不对 那我们就聚嘛跟你买聚就跟你买啊 也想办法不让别人跟你买啊 然后想办法用这个方式来打击你 然后呢你原本有的钱 比方说你的5800亿的外汇存抵 嗯那我就给你冻结起来啊 然后你们的有钱人 你们在海外的游艇啊什么 只要是我有办法给你搞的 我把你搞到冻结 我要让你们这些人跳脚啊 嗯然后呢 呃当然最有名就是把它踢出全球的这个银行往来的提起 想办法让你这个没有办法去收海外的钱呢 也没有办法做汇款到海外的业务啊 嗯等等等等啊 然后其实还有更更奇怪的招数 像叶伦不就说 像俄罗斯不是有发海外公债吗 嗯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些退休基金要什么去跟他买吗 嗯然后到齐了之后你看像今年 叶伦竟然说拒绝拒收耶 就是禁止他把他的这个这个钱汇回 意思是说要让你这个债主没收到钱之后 用这个变相的方式让你跳票 嗯哼 实际上俄罗斯根本服得起啊 他也完全没有经济受影响 但是叶伦就说不行 你就算你要付我也有拒收 那既然我拒收我就说是你跳票 那你既然跳票你的债性就要受到影响 嗯嗯 你看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啊 哎可是你这样讲我还突然之间想想 他们是过去不是说 呃就虽然说呃他的天然气照样卖 但是国际之间就好 那你不准用呃什么用什么币啊 不能够用什么币去去交易之类的 也是要想办法用别的方式去限制他的买卖啦 那好像也就也就没用啊 没错啊所以造成的结果就像你刚刚讲的 经济学也帮帮整理了一下 看看你看看最新的俄罗斯的情况 有被制裁到吗 有被你制裁到吗 结果发现没有啊 怎么跟原本想象一点都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 嗯 ok 俄罗斯的经济衰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嗯 除了你刚刚讲的上半年衰退了4%之外 其实今年下半年因为估计全球都不好啦 嗯 所以俄罗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 大概今年会衰退6% 其实就是6%耶 其实很多国家可能衰退的幅度比他还大 就是啊 嗯 再来呃 美国聚买俄罗斯的能源 其实也没有打击到俄罗斯的能源收入 预估他今年俄罗斯的能源收入 会让俄罗斯的经常账盈余 高达2600亿美金 嗯 2600亿美金 也就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名只输给中国 嗯 嗯 所以意思是说 现在制裁搞了半天 呃 俄罗斯受到一点点影响 可是其实欧洲 呃 以及相关其他国家反而受伤更严重 像欧洲现在天然气价格高成这样啊 所以现在东京又要来了 所以欧洲现在看起来会面临经济衰退 的很大的威胁 嗯 怎么办 嗯 而且他们的通货膨胀哇 这个很可怕 百分之九点多百分之十点多 我看这个呃 德国说预期呢 在年底前会到达百分之十左右 那更不用讲英国了 英国可能明年说还预测到百分之十几 嗯 OK 所以好 那所以呢 在这个经济学人杂测分析里面 这是原因原因吗 就是说 一方面是因为呢 现在的这些招数没用 但不敢再去加重 原因在于说呢 因为打到的都是欧洲 所以他这个欺伤权 所以不敢再下重手 是这个意思吗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啊 而且 而且其实在这一次整个制裁当中 虽然喊得很大声 可是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漏洞的 嗯 你看我们刚刚讲 欧洲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啊 他这个把它T2SIFT啊 然后营养要拒绝跟俄罗斯 营养要往来 可是问题是 欧洲国家还是要跟俄罗斯买天然气啊 是啊 那你要买天然气还是要付钱啊 对啊 你付钱还是要让他银行可以收啊 所以所谓的这个T2SIFT系统 也不是全面性的T 所以现在是留下一些银行 必须让欧洲人可以还钱 要不然你买不到天然气 欧洲自己倒大没好不好 嗯嗯 嗯 然后再来 呃很多的能源拒买跟禁运 没有错 欧洲的确是很多国家都禁买了 美国也禁买了 可是呢全世界还有100多个国家 根本跟俄罗斯是正常往来 完全没有实施禁运的 而且这些国家的GDP加起来 个别也许不大 然后也许也都经济能力还好 可是总体GDP加起来 大概占全球GDP的40% 嗯嗯 你光是中国跟印度买次 这两个买家就很大了呀 没错没错 嗯 所以整个再加上你看俄罗斯的金融业 也是啊 一开始的确哇 突然被修理荒了一段时间 可是后来就 哎 发现慢慢的也没那么可怕嘛 好像生意还是可以照做 然后呢你看很多西方的企业 星巴克啦 麦当劳啦 也都说哇要退出这个俄罗斯 让你们俄罗斯再也享受 享受不到我们西方的文明 好吃的麦当劳 呃好吃的汉堡 好喝的咖啡 你们再也 呃结果呢 这些品牌退出之后 他们自己搞了一个 呃新的品牌 结果卖跟麦当劳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 哎不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几乎是一样的东西 差不多该有的都有 然后有西方媒体记者自己去吃 哎 居然味道跟麦当劳一样欸 嗯哼 所以照样排队在那里吃啊 然后星巴克其实也是 你看星巴克退出了之后 他们自己搞了一个新咖啡 嗯嗯 好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所以云总我们觉得要问的就是说 第一个就所谓的制裁是没有用吗 原因到底是因为俄罗斯的 我们刚经过那么多的一些分析啊 它的经济任性够 还是事实上的西方世界并没有打到痛 痛脚 并没有真正抓到重点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故意的 就是说其实只是做做样子 还是说呢 不得不啊 或者说这是不得已的 呃那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呢 那这个制裁要继续更加重吗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 哦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整个的经济呢 已经全球呈现衰退的局面 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呢呃 俄罗斯也预测你说你不敢再去更进一步的制裁了 所以呢大家都说这个战事呢 可能会达好几年 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的状况 到底对经济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了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所以呢刚才的话题 就是说好现在的话呢 为什么经济制裁对于俄罗斯来说 好像是没有用啊 那没有用的话呢 到底是中间有什么猫腻吗 有什么呃这个政治 就是政治就是表面一套 是以下一套的原因吗 还是说呢这是因为就是一个欺上权 所以呢可能上俄罗斯几分 但是倒打自己的话呢 可能来的更严重 所以呢让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无效 那接下来呢下一步呢 经济学人杂志的分析是什么 嗯因为其实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 呃西方国家其实不是只想针对俄罗斯的 嗯我们都知道后面还有一个更大条的叫做中国 嗯那想想如果现在你对俄罗斯的制裁 看起来都不太有效的话 啊接下来如果遇到中国怎么办 嗯那对西方国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呃跟过去经验不一样的 的的的情况啊嗯因为你看以前他对那些什么委内瑞拉拉那些小国的制裁很有效对 你看他只要伊朗拉拉叙利亚拉这些 对对对因为制裁他们的经济 轻则这个断手断脚 嗯这个衰退一个百分之二三十甚至四十啊 那有些国家就因此而从此垮掉了 嗯但是呢这一次你看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强敌 效果就差非常非常多嗯所以经济学员就说你如果这一次对俄罗斯是没有效果的 或者效果有了吼那没有那么明显那你将来将来要怎么对中国实施 你所要的经济制裁呢 金璇其实讲的很白他说你就不要不要幻想了你不要做白日梦了 嗯嗯嗯嗯不跟你这样子讲啊就是当他们想到下一步是中国的时候 呃里面的潜台词就是他们也认为万一台海发生战争呢 嗯嗯没错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对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可能都要稍微的想到自己在这个呃局面当中 台湾的角色其实是是越来越吃重的啦嗯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潜台词了因为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嗯 他他其实就直接摆明讲他说他就提防提醒西方国家说 现在不再是西方国家可以自以为是的时代了嗯 嗯他说呢对于所谓的侵略者啊也就是他当然指的是俄罗斯跟中国啊 他说你需要的是真正的实力你不能光是想靠钞票跟靠半导体 嗯嗯嗯嗯你看他为什么为什么最后一句话还会提到半导体 嗯嗯其实我觉得他基本上就还是呃呃冲着接下来的台海跟接下来的中国 嗯OK好那所以他这样讲确实也是啊因为事实上大家也在讲说呢 其实这场恶物战争呃对西方来说可能有一些经验教训值 但是相对来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是呢非常高度的警觉 非常仔细的在观察到底呢呃哪些部分他必须要提早准备 如果有那么一天啊必须要采取啊任何的武力的话 或是说要面对呢西方的一些可能的呃不管是制裁啦 或是一些呢呃这个反制的话嗯那所以这样子这是一个两边的 嗯你来我往的战争啦哦那所以呢到底怎么办 而且他很明确的点出啊其实他你看虽然讲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还是要谈到中国嗯对他说如果到时候你是要制裁中国的话 没有错你也可以像扣押这个俄罗斯的外汇存底 一样去扣押中国的外汇存底 你也可以是禁止西方国家跟中国的银行往来 然后呢你很多高科技也不要卖给中国啊等等 但是呢看起来今天的俄罗斯如果受伤不严重的话 那么未来的中国经济肯定也垮不了 嗯相反的相反的中国还有更大的实力来反击 嗯甚至反制裁 也说你所需要的各种电子用品啦 3C啦药品啊等等哎都是我中国制造的嗯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聊过这个包括电池啊 呃电动车你所需要很多材料 其实你都需要跟中国的合作才行 嗯如果到时候你要制裁人家中国 中国也到国的制裁你的时候 那你受得了吗 他举个例子来说你说你你先来看看你的Walmart的架上 有多少的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 嗯如果真的中国有一天禁止把他的这些便宜的东西卖到美国去 你Walmart的货架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空白 嗯你看看你美国老百姓自己受不受得了 嗯所以整体来说他呃这次其实我觉得 虽然是借由这个俄乌战争满180天 然后做了一个对俄乌战争的检讨 不过我觉得这个检讨也有气无力的啦老实说 其实讲起来说啊你不能光靠这些制裁 你要必须有真正的实力 然后呢你应该呃更下决心 要要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啊 所以他其实里面有讲到 对没错目前这个有给俄罗斯 给乌克兰更多的军火的协助了嘛 嗯然后这个北约也更加强化 呃跟俄罗斯之间的边境的关系等等等等啊 但但其实他讲完这段话 其实紧接着就是提醒美国 要从现在开始就减少对中国科技的依赖 然后呢要加紧的Urging 呃要督促台湾呃增加他们的国防呃的能力 嗯嗯嗯 ok 好吧 所以听起来就是呃如果经济制裁 为台湾讲对对百姓来说 让说最好不要发生战争嘛 那就不会有经济制裁的必要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无法掌控的话 听起来好像意思就是说这个壁垒好像要提前 该做预前预先准备的 现在要先自立自强自己自己自足 没错啊没错你不觉得这个世界 之前不是说要合作吗 是说大家一起搞全球化对彼此都有利吗 嗯怎么现在变成不管了 反正只要你威胁到我美国老哥大哥的地位 那那那我都就算会智商 我都要想办法把你先打下去 嗯看起来目前的发展是这个样子没错 好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那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纳吉了 就是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 诶纳吉实在是太天才了 他在这个判刑的话题出来的时候 大家才稍微注意到说呢他的现况 诶他还是你们的国会议员呢 嗯是啊 而且还那么多人支持他哦 啊是啊 我觉得马来西亚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 你觉得只有马来西亚吗 好吧我就算你这样讲 因为我刚刚讲了这我就发现也没有 台湾也是这个样子 呃纯粹被判刑之后其实扁迷们 哇对他也是非常的依依不舍 这个持续的拥戴 好吧 ok 所以这就是 哪里是巴西啊你看巴西之前坐牢的鲁拉 现在又回来选了 那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不所让人更糟吧 嗯 是啊 是啊没错没错 所以他现在这个他民调遥遥落后了啊 落后了十几个百分点了 鲁拉看起来如果这个态势下去的话 他真的很可能会赢 对他可能会重返绝对 因为真的呃我觉得很复杂 每个国家都有非常呃复杂的一些因素啦 如果说你单纯就鲁拉曾经因为贪污被判刑被关呃 因此说他怎么会回来了 但是呢如果说你从这个整个呃左翼的 然后呢呃比较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对应于现在的那个极右派 过度右派的像川普一样的布索拉诺 你要现在就可以稍微的理解一下 为什么百姓会觉得说呢 这布索拉诺太糟糕 但是好那问题是马来西亚呢 马来西亚的话我就感觉起来啦 当然这个也不是玩玩群的比较集 或者每一个国家的国情 就不太一样啊 好你说这个呃陈水扁啊 假设他这个什么海角七亿 当后来发现不只是七亿啦 但是你们的那集 太小看他了啦 更多 但是我的意思是好 不如你说太小看陈水扁吗 但是那集的这个金额 而且跨国的那个诈骗 那个整个手法 以国家的主权基金 就一码公司 然后去做这个哇 非常呃这个偷天换日的 全球的大布局 那中间的话呢 这种嗯 金融骗子横行 我觉得那个太戏剧化了 你们今天不是出了一本书吗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招数比起来啊 我觉得呃这个陈水扁的 这个贪污感上 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一点 是不是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比较单纯 可能他们往来都讲中文 都写中文啊 所以华尔街日报啊 纽约时报看不懂 所以就也就没有办法追查 但是那集他们讲的是英文 写的也都是英文 而且涉案很多地方都跟美国有关 所以他们就真的他们是真的 呃这个事情之所以破案 是因为他们留下了太多证据 在手机当时的这个这个 这个Blackberry里头 嗯 黑美机里面 然后email里面 然后这些资料全部被骇客 呃挖出来 所以最后证据确实 他们逃不了哦 而且我记得在当初他的骗局里头 他的班前洗钱里头 本来华尔街参与的程度就很高啊 没错 没错高盛嘛 对啊 这跟陈志平真的比较不一样啦 我们没有到这么的跨国 没有那么国际化 所以刚才讲那个 我们出那本惊吞意外 这个书之所以好看跟精彩 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都是 他们实际上的email上的对话 他们实际上的通往来的简讯的内容 这个实在是太太精彩了 对啊 比电影还精彩 我相信如果当时海角七亿 也有这样的通讯记录留下来 一定也是很精彩的啊 难怪很多公文都要被列为 被列为几机密 因为怕人家太痛了 要封存30年 等等等等 来我稍微讲一下 纳吉的这个案子 因为纳吉 呃他涉嫌利用一马公司 OneMDB的这个案子去贪污啊 然后掏空马来西亚高达45亿美金 那其中有真正经过 纳吉账户的在这一次的案件里头 大概是7亿美金左右 那所以这一次 他其实一连串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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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官司啊 然后目前的这一次 其实只是第一波而已啊 呃总共背信洗钱滥权等等 七项刑事罪名 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很早前就已经 判决确立 只是纳吉一直在提上诉 对 那但是上个礼拜宣布 OK 你上诉失败了 但是纳吉他是非常旗帜鲜明立场明确的 他直接在标题上就写 He must stay there 嗯 就是他现在被关了 他必须继续关在那里最好 嗯嗯嗯 是啊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大家对于这个马来西亚本来的司法 是不是能够真正站在正义的这一方 能够真正的判前总理 呃 真的给他判下去 这件事情是画一个非常大的问号的嘛 没错没错 因为他说这次司法上的胜利 不只是马来西亚司法上的胜利 甚至是全球金融业 大家很期待的一场胜利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全球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政治人物 借由权力 搞东搞西 嗯 呃 发假的工在最后钱都流到自己口袋里 这不是只有马来西亚 很多中南美洲 非洲国家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这样子 是 是 其实一马案爆发之后 大家继续这样子搞 是啊 然后呢 过程中有很多瑞士的银行 有很多的美国银行 就是帮着在在搞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像一马案 其实蛮可恶的坦白说 我觉得这些 非常非常非常 这些华尔街的这些 嗯 所以经济学院认为啊 这一次的判决呢 他希望 他为什么觉得呃 是司法上的胜利 而且他其实先明认为 他应该留在那里 不只是他呃 纳迪对马来西亚政治上 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一些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 他希望能够为全球的金融业 为其他的这一些金融犯罪的政治人物啊 嗯 呃 提出有有示范的作用 否则影像 如果到时候 哎 老实说啦 纳迪现在虽然进去了 呃 我们都知道 美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是 握有特色的权利的 嗯 那特色其实也有很多种等级 呃 有些特色就是 哎 我让你出来 但是你的罪名还是在 那 像之前的安华是 呃 不但出来 而且之前的罪名是全部撤销的 嗯 全部撤销的意思是说 你还是有回头继续当国会议员的资格 嗯 嗯 那现在 所以他本来就要参选嘛 对不对 嗯 没错 没错 所以呃 我们都知道 纳迪当年 发生了这个一马弊案之后 的确是让老百姓非常非常失望 甚至是痛恨的 所以在2018那次选举当中 就被马阿迪所领导的西蒙 所打败 那 但是这几年 原本大家期待说 啊 这个执政 长年执政 长年贪腐的巫统 以及他的一整个国阵啊 呃 可以从此准备走入历史 嗯 结果没有想到西蒙自己也不争气 嗯 所以整个执政也没有稳定啊 这几年来一直换 换首相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 呃 巫统在过去这一年两年当中 声势居然又回来了 嗯 那巫统回来 纳吉的声势 看起来也慢慢的在在在培养中 毕竟可能钱也真的很多啊 嗯 要收买 这事物也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所以意思就是哪一个人没有拿我爸爸的钱 就是类似这个意思 大概是 就所有的国会议员 巫统相关的都曾都有 那就拿过这个纳吉的好处之类的 没错 没错 所以所以经济居说 如果纳吉因为呃被特赦了 还可以回来 可以继续纠结他的党与呃重返执政 呃 那请问我们过去所忙的这一切又是所为何来 那个国人全球因为知道 伊马胺的这个调查是横电全球 六七个主要的国家 瑞士啦美国啦马来西亚 其实大家都在在查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共犯 像那个主要的共犯刘特佐 嗯 还躲起来 嗯 还躲在 呃 根据这个我那个作者 是他说他认为他躲在中国 所以这个作者 这个刚讲这个《惊吞亿万》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他上个礼拜啊 他才在他的推特上发布 也不叫通气 他要要求全球 呃大家一起帮他找 一起寻找刘特佐 对一起寻找刘特佐 他认为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人 给生之以法才行 嗯 所以你知道说这是一个全球 非常非常瞩目的案件 它非常有象征 跟指标的一 如果这个案子到最后不了了之 或者涉案的人可以持续的逍遥法外 甚至在政治上重新回国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呃 这对全球的金融业来说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 他对这些其他的这个想要贪腐的政治人物来说 又是多大的一次鼓舞 你看只要我继续掌有权力 呃只要我又能够继续收买这些呃欧美的金融业者 诶我照样可以逍遥法外 是啊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政治丑陋的地方嘛 对我就说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呃 当然因为这样这个判选出来之后 你回过头去看 你本来以为呃这个纳吉应该就是被当做这个过街老鼠了 人能喊打了 你才发现没有 他竟然还是一个堂堂的国会议员 在屋头里面还是可以呼风唤雨 所以其实当然啦 我觉得国际之间包括这个呃 经济学人杂志显然的 希望他能够有个杀鸡儆猴 对全球的贪污的这些政治政客们 呃能够有个警示的效果 但是嗯 每一个国家的政情坦白讲都不一样 啊 所以呢 到底是不是能够呃这个如他们所期待的 发出一个呵呵呵 整容奇愧的这样的个声响啊 就不知道继续观察下去吧 我们休学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显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哦 诶那所以纳吉还有很多个官司嘛 对不对 诶对对对 还有 哦哦 还有他老婆 哦哦哦 所以这12年是目前基本的就边做边审 诶问题是哦 那所以他的其他官司有在进行中吗 有有 还是经过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越来熟悉了嘛 有些是策略性的想办法 就我身体不行啦 我干嘛啦 我就是让这官司停止审理 但是还好这边有继续审就是了 啊对啊 就对啊 其实他过程中 ok 大家有空可以去去google一下这个新闻了 因为那期过程中真的用很多的招数了啊 比方说他就故意的说他要换律师团 啊对啊 嗯 嗯然后就跟法院申请说哦因为我换新的律师了 所以我需要更多时间来审这个案子 所以暂缓好不好 结果被法官拒绝 嗯一定有很多战术的啦 对对用很多的战术 结果幸好 金律师团说幸好这个这个法官没有上当 最后还是还是继续的进行 好所以呢可能是如果真的都能够顺利进行的话 一定不止12年的啦 啊所以ok那就看看这个那期要关多久了 好那接下来要聊这个话题是 串流平台大战 嗯这个讲到的是老少大战 老是谁少是谁啊 嗯对来我们接下来聊两个business里面的财经的题目啊 嗯第一个来谈你刚刚讲的这个串流题目 嗯呃他切入角度的是老少大战 嗯什么叫老跟少呢 少指的是netflix 指的是amazon这种新创 呃过去是年载出来的呃线上串流的业者 这是年轻人新出来的 ok我还以为他已经被归类成老了 那还是年轻的那还好 那老的是谁 老的当然是迪士尼啊 迪士尼的名言满100岁了 是这个意思 可是问题是在整个串流的战局里面 迪士尼算是新加入者啊 所以老跟少要你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啊 对对不对 迪士尼啊 呃华纳啦 嗯都是都是算是老 老业者老业者但是串流平台上的新玩家啦 对不对 哈哈哈我刚才讲错了那个那个那个 诶那个百年的是 是华纳啦 嗯华纳 明年满百年是华纳不是迪士尼啊 ok好 迪士尼网斯已经那个 所以像华纳也要也要加入吗 ok为什么这个这一期来从这个角度来谈呢 主要是因为呢这两大阵营呢 刚好这两个礼拜来都有重头大戏要推出 嗯嗯 呃首先是那个那个我们看到那个HBO HBO呢在二十八月二十一号推出那个冰火与冰与火之歌那个权力游戏的钱传 比想要重的更好 現在應該真的也就賺飽飽了 也應該要耗製很多 不錯,我覺得剛看第一集很好看 嗯,好 然後如果你在美國 你接下來呢 新年輕少的這個陣營是 Amazon Prime Video Amazon要在9月2號推出魔戒系列影集 力量之戒 它要打魔戒 OK 沒錯沒錯 這個其實很有名 因為它真的燒了很多很多錢 聽說Amazon總共投資了4億6千萬美金 哇 4億6千萬美金 兩邊的比誰燒的錢多就是了 誰的財地雄厚就是了 對對對 所以很有趣 就是說 這就是這兩個陣營 老的跟少的 現在在串流平台上 所採取策略最大的不一樣 因為經濟學院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就覺得他就發現說 現在老牌的業者 原本大家覺得哎呀你老了啦 老太隆重了 你根本不是這些新創公司的對手 你現在自己有很多的包袱啊 綁手綁腳等等啊 哎 結果沒有想到 過去這一年來 整個狀況是有點珠洋變色 不到珠洋變色 但是 整個情勢是有點逆轉的 因為原本的大家覺得Netflix有沒有 覺得看起來 未來會是年輕人最喜歡的一個平台 結果沒有想到 你看今年第一季第二季連續傳出 財報上的壞消息 定戶上沒有繼續衰退的這個壞消息 然後繼續的燒大錢 所以Netflix的股價現在跌的蠻慘的 結果相反的 你看到Discovery Disneyland Disney Plus 對這些幾個都不斷的繼續的工程掠地 既然Disney 他最近就甚至公佈說 他現在的這個 訂戶啊 全球的訂戶 超過Netflix 對對對 不過如果你看到這個新聞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Disney這個數字是有一點灌水的 他是有掏價包的 因為呢 他在主要是在印度啦 Disney這個老品牌在印度經營了很多年嘛 然後呢 他也知道印度人 國民所得是比較低的 所以他在那裡推出的 呃 訂閱費用很多其實都很低 都很便宜 所以你當然就在印度有很 龐大的這個訂閱的人口 那Netflix價格相對比較高 當然就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是 是 這數字背後還是有貓膩啊 但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經濟學人說 就算有這個因素在內 但是你要知道過去大家以為 Disney像這種老牌的業者 未來很難去轉身 可是這一次所傳達的訊息是非常清楚 也就是未來在這個新科技 新的串流世界當中 老牌的業者還是有搞頭的 就當大象如果可以華麗轉身的時候 大象還是可以踩死螞蟻的啦 就這個意思 對對對 沒錯 然後呢 現在這些老牌的策略啊 他真的跟剛剛講的 Amazon不一樣 Amazon Netflix 他們到現在都還在繼續的燒錢 繼續的炸大錢 嗯哼 你看 Amazon口袋這麼深 對不對 他要幹嘛都行 所以你看他最近不只是推出這個新劇哦 最近他還另外花了85億美金 買了那個James Bond 那個007背後的製作公司 然後呢 他還以每年10億美金 拿下這個NFL美式足球的這個轉播權 嗯哼 然後呢 這個其他的內容 其他的影片繼續在投資 繼續在燒 可是他對於各式各樣的媒體 還真的有興趣 這個貝卓特 對不對 貝卓特 對不對 你看華盛頓郵報是新聞嘛 你剛剛講話 對這些娛樂媒體這麼的感興趣 對體育也那麼感興趣 沒錯沒錯 他當然這一整個目的是要打造一個更大的生態圈 要知道Amazon他不是只有做串流 他其實背後是一個非常大的電子商務平台 他現在其實要推的策略 其實他把它放在Amazon Prime裡面 作為Amazon Prime的會員的重要服務之一 他得要contain 沒錯沒錯 所以他的醉翁致意不完全再久 其實還是再久 但是他有了這個好的內容在裡面 其實會讓他整個Amazon的生態圈如虎添翼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Apple要搞電視 然後Apple也要搞內容 對Apple要搞Apple Car 對他們其實真正要的 就是讓更多人繼續留在Apple的生態圈裡面 繼續花錢去買Apple的產品 繼續花錢更新他的各種軟體 所以我們講到最後就變成還是一樣一個一個的生態圈 一樣一個一個的載體 這個載體可能是車子 這個載體可能是電腦 這個載體可能是電視 這個載體可能是元宇宙 但裡面總要有東西 所以東西又是另外一個可能的商機跟戰場 沒錯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不怕繼續燒錢 但相反的這些老牌業者 現在其實真的就比較計較 所以迪士尼他們現在喊出了 當然也是因為他們上市歸公司很久了 他們其實也必須重視他們財報 所以其實以他們現在的策略來說 他們覺得花錢補貼的時代過去了 他們不想再像Netflix做這種事情 相反的他們要開始要賺錢了 所以你看他們的訂閱的價格也相對比較硬 嗯嗯 OK OK 不會用這種什麼半買搬箱送啦 一開始要衝這個訂閱數啊 所以這個價格壓很低 不會這個樣子就是了 可以送一點點不太有誠意 好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串流平台大戰 就是這是一個新舞台 我想這個新舞台是會越來越大的 所以所有人都必須要跳到這個舞台上面去 那對於消費者來說 當然就是最大的贏家了啦 只是看都看不完 我覺得大家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時間才可以 否則的話呢 真的是一天啊就叼在這個上面就好了 好 沒錯 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是一樣 小朋友也是一樣啊 好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到現場 好 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和沈英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啊 好 經過了兩年多的疫情呢 這個很多人都已經習慣在家了 兒子在家上班在家上學 然後呢在家購物在家吃東西在家幹嘛啊 這個包括Netflix 我們這個在聊的剛剛這個串流 Disney Plus也一樣 都是因為在家呢可以享受呢所有的事情呢 避免出去群聚啊 但現在回過頭來看 當一家一家公司呢要求你回去上班的時候 很多人呢就嗨嗨叫 我們看到好多 包括什麼蘋果啊 包括這個 英國也還是有這樣的媒體 這個企業 就他們的員工就出來抗議 說不要回去上班 不要回去上班 這個時候呢 那雲聰要跟我們聊經濟學人雜誌有一篇說 跟大家說 通勤事實上是有好處的 我懷疑這個是企業 沒有開玩笑的 企業所有的 欸快點跟想想辦法說一說吧 呼喚大家回來上班吧 通勤是有好處的 好啦什麼好處 這期的Varsity專欄很有意思啊 就是談的是 他的標題叫In Defense of Commuting 就是這個替這個通勤 講幾句話了 對對對 因為的確是 所以以前老實說 過去通勤對我們很多上班的人來說 都是苦差事 交通不發達 或者就算有公車 有火車也都搭起來不舒服 然後有些人 尤其很多上班族我們都知道 我們住不起蛋黃區嘛 都只能住到蛋白區 但你公司都在蛋黃區的話 其實就要周車勞頓 嗯嗯 但現在當然很不一樣了 現在大家有了手機 然後有了更方便更乾淨的交通工具 你看搭捷運其實是很方便啊 而且有人那麼好聽的廣播 對不對 對 對有大家都 通勤最大好處是可以聽我們的節目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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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啊 這是真的 所以其實經濟學員主要也是要講這件事情 他真的嗎 其實是啊 因為 因為現在就像您講的 現在因為過去這兩年疫情 大家在家上班慣了啊 然後都喜歡待在家裡 但是呢 企業也都知道 我們很多事情還是要回到公司 比較有效率 也比較能夠完成它 嗯 所以現在兩者就要 想辦法去磨合跟折衷 嗯 所以現在美國最流行的一種方式 當然就是所謂的 hybrid型的混合型啊 你不用再像過去一樣 一個禮拜五天 每天都要朝九晚五 相反的 你可以選擇幾天在家裡 嗯 不用去通勤 省下通勤的時間 但是他們這些公司喔 其實還說的好戲喔 問題哪幾天 這個公司跟資方 跟勞方也談判到不得了 你要一五在家 還是你要三四五 什麼之類的 這個很到幾天怎麼樣 這個我看彼此之間真的是 彼此攻防激烈 沒錯啊 然後 所以尤其現在很多人 年輕時代都覺得 我明明家裡網路都很方便 都很發達 我幹嘛還要多此一舉的去搭車呢 可是經濟學員這篇文章 我覺得他就倒過來提醒大家 其實呢 出門通勤不只是通勤而已 嗯 包括因為第一個 很重要的就是 他覺得你可以擺脫家裡 那些一層不變的環境 嗯 是 而且上班也可以是一種儀式 就是你要準備要出門了 有沒有 我們一邊刷牙 一邊換衣服 一邊打領帶 一邊穿 一邊穿鞋 一邊化妝 一邊天然訓時間 對對對 這次真的很多上班族的 一天的開始 我覺得蠻感動的 是 這也是一種出門的儀式 因為你要去等意味著你要準備規劃一下 你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嗯 這一天可能會遇到什麼的事情 否則你一整天待在家裡 呃 頭上上著髮捲 然後穿著睡衣穿著拖鞋 其實你很容易就這樣一事無成的 呵呵呵 然後呢 更換 因為遊戲連睡衣都不換的話 呵呵呵 然後呢 晉璇說 對啊 然後如果你出門 除非你是開車啦 然後什麼都不能做 只能坐在車裡 或者如果你是騎U-buy啦 或者是走路上班 你還可以過程中鍛鍊身體 嗯 還可以順便買東西 你會發現 如果你沒出門上班 其實會有點懶得在家 懶得在家的話就基本上 那就叫Uber或者叫Fu Panda了 沒錯沒錯 所以意思是說 其實今天的通勤 跟過去所謂的通勤真的不一樣了 就像今天的上班 跟過去上班的概念 其實已經不一樣 所以它是 我覺得是倒過來提醒大家 要重新換一個方式 來想像你跟工作事件的關係 包括你去上班的過程的這件事情 嗯嗯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因為呢 生活 因為我覺得人總是 會有關係會比較懶散啦 所以呢 如果當你沒有一個儀式感 把你自己喚醒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會這樣連在一起 然後這個拿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說你可能 尤其出門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跟人的接觸嘛 那職場還是有職場上面的一些 必要的互動嘛 這些事情其實都 就是生活可能不只是工作而已啦 我覺得就是工作主代表的 沒錯 尤其現在 我真的覺得 至少尤其在全球主要的都會區 至於現在的捷運 跟很多的交通幣 或許舒服跟方便太多了 然後第二個 現在有了智慧型手機 你在車上 你可以打電動 你可以追劇 你可以聽藍軒時間 你可以聽小馬哥說財經 對對對 沒錯 對 當然聽完藍軒要來聽小馬哥說財經 OK 好 那聽完呢 小馬哥素材經常記得11點 我們聽我們的YouTube來宣開世界 對 OK 我覺得這蠻有意思的 所以思考一下 我覺得就是今天在家 什麼事情都可以搞定很方便 但是你自己絕對不會希望你自己的人生就在家裡面 而且重點是在家裡面的時候 很多時間你都在網路上面 所以呢 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世界 你明明人在現實的實體的世界當中 那麼多的 在實體世界裡面那麼多好玩的事情 但是你一直都在網路一個虛擬的地方 然後不願意回來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局面 什麼樣的一個時代 人心都這樣啊 你看你每天要上班的時候 你就想要待在家裡 當你每天待在家裡的時候 你就突然發現 其實故事也蠻可愛的 是 所以要均衡 對不對 OK 好 所以呢這個小馬哥呢 這個一直在視訊的另外一邊 跟歐里要進到我們的錄音室來 好啦下次找 要要要重新要再安排好時間來 是是是是 OK好 我們視頻到了謝謝雲聰 謝謝 掰掰記得收聽喔 掰掰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